我爭取的是中国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提名 但我要代表的将不是那个从李登辉以降 已经失去理念灵魂与方向的国民党 慷慨激昂发表参选宣言 孙文学校总校长张亚中宣布参加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选举 立刻简历追查蔡英文的论文 另外编列打轨基金至少一百亿元新台币 张亚中满墙热血还说了侯友宜落跑不是问题 更点名蓝军可以和柯文哲合作 相较起来党主席朱立伦态度依旧不运不火 国民党一定是走对的路提对的人 最后团结一致才能胜选 盘点蓝军可能的出瞻人选 除了近来频频浮选的朱立伦 和早在2022就表态的赵绍康抹刀祸祸 拥有高呼声的新北市长侯友宜 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也都被点名 渴望代表蓝军出征 对比民进党2024母鸡已经定位一尊 国民党依旧百家争名 胜选后仍然有理想报复 但是如何调和顶耐才不至于把胜选熬成了败选 当主席宁可保守也不愿出错 华世新闻 陈珍张杰 台北报道 华世新闻看起来 赶快订阅我们的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 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